潜逃七分钟就通过监控被抓获 这不是电影速度与进行其中的天眼系统 而是我国的天网工程 据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2月10日报道 BBC记者约翰·素德沃斯 在我国贵阳体验了这项天网工程 在被手机拍下一张面部照片后 仅仅潜逃七分钟就被中国警方抓获 在贵阳警方向BBC记者约翰展示了这项天网工程 工作人员先是用手机拍下了约翰的一张面部照片 然后约翰开始了他的潜逃 他准备前往车站 在走过一段人行天桥的时候 他发现光桥上就有三个摄像头 无处可遁 而他刚走进车站售票厅 警方就已经在监控中发现了约翰的踪迹 约翰一走进车站大厅 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而这一过程只用了不到七分钟 对此有人会担心 让罪犯无处遁形的天网工程 会不会侵犯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呢 对此约翰最后总结称 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 你就没什么可害怕的 我当然会蛊不过 所以 от游戏 我可以试试的